七四七了我看你 五十一岁强势大姐来相亲 竟一任性大哥 只一一句话不合适 就刷起小性子 台替步就走人 惹得红娘暴怒 更犀利回怼任性大哥 不管咋的 咱一个大老爷们 基本的君子风步要有 都说来人一啥事 都能顶天立地 你最擒纳的担当和素质 不能少 说你涉事未审 稍不更事吧 你这也五十多的人了 今天的相亲大姐 王春兰 五十一岁 月收入三千元 离一二十年了 目前从事厨师工作 给大姐安排的对象 留学道 咱这大哥可不一般人 离一三次 月收入四千元 一个儿子也已成家 离婚二十年了 那你离婚后再婚了吗 就找一个 找一个王子不喜欢 你这人咋不说实话 你都知道有点实话没有 说就二十多年 那你说你找几个就找几个 那这玩意有啥拿的 找几个也不过长 什么 说一个不行两个不行 那第三个不行吗 这玩意是不是里边还是有原因的 那也不能都怨女的 那你第三个都还就是啥 第三个都不能说 就是还是那事吧 还有学的留过男人来 这样子他给你塞吧 往下来的敲手机 让我一不出 咱给推在那边 我又说时间都短大 我就说就推一下 推在那里 你没叫给我推掉 那还不来 行两个不行 三个还不行吗 那你还怎么整 还想整个五六七八呀 我感觉大哥你去家 你挺有 挺配分的 这家三七四七了 我感觉 人来大姐早就从红娘那里 了解到大哥有三段婚姻 可咱大哥一直不说实话 这大哥也不是一般的能量 三段婚姻 这也不是一般人 确实挺有刚 大姐也看出 这大哥的机器养了 也不打算跟他再磨叽了 就直接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 可大哥听后 竟然抬屁股就要走 也不说实话呀 这人哪 你要扣到底的他能说 你不扣到 我离婚这么多年了 我二十多年了 我一个我也没整了 那现在退休一个月 那我并退一个月 滚到还多钱呢 三千多钱 四千多钱 我是条件啥呢 我想找一个有固定单位的 每个月工资 你得达到五千块钱以上 我还得在长春有楼呢 那我没打到 走了 咱有啥说啥 大姐要求确实听到 五十多的人在婚 要求长春市里有房子的 不敢说没有 这个年龄呢 能达到要求的 也是为数不多 工资还不低于五千 那得啥级别 不过咱这大哥的 你达不到大姐的要求 咱这大方说呗 好聚好散便是 你整这一数 数十有点不打厂量嘛 不光对大姐不尊重 你整的节目组也不好看 你答到是 他要那种 你达不到 但是呢 你好好说 你只能站在那里 你都是你走啊 咱们是人家 你一边在那里 你把家族感觉 这些招来咱们才来的 人家是什么 我去骂的 我们这样做 都是谈的嘛 对于达不到 是达到 达到他就是达不到的 你好好跟他说 你吃这道具达不到 那今天不知道 那我们是死亡人了 已经不走了 你一定跟你有解释 你这样做 你家族家族 你可能有两只 那你可以吗 你就是 你不理毛事啊 对不对 红娘那是可敬意的怒怼 听得确实解气 红娘说的句句都在里 你这演义都给大王爷们 咋能整这寒酸样 这是让你办的 确实不法讲究 在红娘那一番犀利怒怼之下 咱这大哥也敢讲 自己对事办得不必道 那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因为说的已经半百的人了 我只能说对 那我翻百了 我再查说是 我家没有个楼 我在找一个住房的住店 那我 你怎么找的哪呀 那我还不如我自己过来 你家族能最晚 那你去 我不去楼 我不告诉你 我说了 我不去楼 我知道你这个地方 但是我不可能去 我就是 我呢就是说 必须就得去成熟 行 那你再上个 我但是那么二十多年了 我必须得有我的要求啊 你提的要求没毛病 关于我太激动了 太有网络了 那你提的要求啊 我后半生 我必须得有一个 我有一个爱的 提的那个要求啊 我一定激动是啥的 我打不到你的要求 我家话 你话题 你不死了 我打一个 你要出来 咱俩出去 过程出去 咱俩就过好朋友 好事 房子又钱的事 这那的 工资比较到五千多的 这对我发感 在小县看来吧 这俩压根不是一路人 每个人的三观不同 连织的圈子不一样 看法自然会有分歧 大点呢 小岛有楼的 还要工资五千的 在我们小县城 如果提出这样要求的女孩 那自然自身条件 都相当好了 凡事都是对立的 既然直到你就办买了 还图那些物质啥的 有啥用吗 找个能知冷知热的 就行呗 等黄土到脖子的人了 还要啥自行车 大哥这边吧 之前有散乱失败的婚姻 散乱婚姻总不能都是女方的错吧 自己也要总结自身的不足 要好好地修身养性 到这个年龄段的男人 首先 咱最基本的 辣就是我得重 没打死我 砍我 拖我 拖手 砍两半的 所以一直以后都不想找 大妈被前妇家暴留下阴影 却因为一个原因 不得不再找老伴 今天来相信的是这位彭大妈 你今年是多大 七岁六三 别看彭大妈 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 可皮肤依然细腻紧致 看上去也挺年轻 但在曾经的那段不幸的婚姻里 彭大妈却经历过太多的伤害和不堪 没打死我 跟我手最大把 冷静在那儿好了 砍我 我就这么 一拨手砍两半的 就是你护着头的时候 很难碎 你就跟他说话没说几句 你拿着我家有个生机 我还在那边不干啥 拿生机 咔 打我后背上 生机都打碎后了 你就别说了 打太多太多的打那仗 所以一直以后都不想找 前妇的痛下杀手 让彭大妈一度对婚姻充满了恐惧 直到几个月前发生了一场意外 才让她不得不考虑再找个老伴 一开门 就会有个大猫 就走到这儿啊 我跟你说 这家把我手就咬了 这腿 你妈到处全是伤了 过后我又打疫苗 就要那的 我手整感染了 生生年住院去 没有护理 你住院都住不了 这场意外的伤害 让彭大妈深刻的意识到 年过六十的她 是时候要再找个老伴了 而对未来的老伴 彭大妈的要求再简单不过了 别打我 我哪有缺点错误 咱们就是在语言上沟通 好好沟通 就只要两口子 好好过下半生 带着这个简单的想法 她在节目中 相中了一个一众人 男的屋里屋外都干净 他这个人干净 那花啊 我特别喜欢 就是把家收拾完 我肯定就上那儿 帮他干活去 帮他送花啊 彭大妈口中的一众人 就是那位在集里有个花椒 喜欢养花 又干净自助的 卢一卢大爷 带着彭大妈的嘱托 红娘再次来到了 卢大爷的花椒 我上回是三月份来的 现在五月 比如说这一个多月 对对 能卖多少钱 反正不用花工资了 就四个一十五可以 卢大爷现在依然每天忙活着自己的花椒 而且收入也不错 对于未来的老伴 他的要求依然是那么高 红娘觉得卢大爷的这些要求 彭大妈基本都复合 于是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二人一见面 虽然卢大爷表面上一脸笑容 但其实他对彭大妈的印象 却差到了极点 虽然对彭大妈从上到下 没有一点相中的地方 但卢大爷却依然表现得很热情 此时彭大妈依然被彭大爷表面的热情蒙在鼓里 但红娘在彭大妈身上却发现了问题 在卢大爷的带领下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饭店 卢大爷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大肚与热情 到目前为止 卢大爷的热情表现 让彭大妈始终觉得他对自己印象不错 尤其是下面这句话 更加让他心中移动 浮想连篇 卢大爷的这番表述 更加让彭大妈错误地认为 自己女主人的作为已基本作稳 而接下来 卢大爷仍然继续给他加身错觉 我跟你说 我没有老保 就医保就是那个金龙河 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不介意 不是问题 我能养许 卢大爷的这番表态 让彭大妈再一次彻底敞开了心扉 此时彭大妈已被卢大爷彻底拿捏到位 接下来卢大爷突然开始在彭大妈身上挑毛病 你这个头铁颜色就是 你那前面吧就是有点光光 就是属于有点厌 厌了 就好像在咱们这个年龄段 有点厌厌了 对对对 挑完头发的颜色 卢大爷又说起彭大妈不顺眼的眼睛 眼睛是不是动了 眼睛做得酸 是吧 他那眼睛我特别有反感 接下来卢大爷又对彭大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以后还有这种机会 第一印象给人是特别关键 女士一定要笑一些 我看你第一眼给我压力感特别浓 你没发现吗 从跟我见面到现在为止 他没笑过 卢大爷一连串的挑毛病 让彭大妈似乎也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 但他仍然还抱有一线希望 直到卢大爷说出下面的话 他才真正意识到大势已去了 今天就是俩小小的遗憾 没事没事 那就是没有缘 没事 谢谢谢谢 表哥感谢 我给你求两份花你带着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那你以后这工资 因为跟我俩咋分别花呀 他还没啥呀 交给你吧 哎呀他太好了 我保证把工资扛交给你 把工资卡给我之后 我们俩就算结婚了 老铁们今天算是开演技了 69岁的尚大哥 和63岁的江大姐相亲 第一次见面两人都有感觉 恨不得马上就进入情况 有突破性的发展 要说人与人的缘分 就是那样的奇怪 江大姐这边希望的 共同生活预设时间是七八天 上大哥和江大姐还真是心有灵犀 咱俩就是处理的 一个星期吧 老铁您看着两人真够猴急的 其实不怪他们 都多大岁数的人了 能有个共度夕阳红的机会 也是他们下半生的姓氏 再说这红娘的牵线水平也高 配对能力强 把两个条件相近的苦命落单 鸳鸯牵在一起 蹦出点生命的火化实属正常 您看江大姐仿佛有些失态 一次又一次的去拉上大哥的手 下面又要整点啥呢 这不半辈子不走运穷怕了的江大姐 心里一直惦记着对方的工资 上大哥唯恐江大姐不放心 继续承诺道 我跟你说实在 我打的就是 我这眼睛是吐吐的 我保证把工资卡交给你 我保证还不像人家男人哪 今天耍家 明天是消费家 我有钱的时候 我也是低调的成果 没钱是我也低调 但我也告诉你 我肯定是不缺钱的 有啥的我要缺钱 我现在就可以上大姐 找我同学去打工去 十岁的上大哥告诉江大姐 我工资不高但是不缺钱 现在需要的是 找个老伴好好生活 当知道江大姐还要去打工 当保姆时 上大哥立即表示不能丢饭 江大姐一时兴起 再一次拉住上大哥的手 现在小编才知道 什么叫得意忘形 接下来江大姐 诚恳的向上大哥 坦白自己有个毛病 喜欢赌博 谁都知道赌博不是个好事 可是偏偏有人热衷于此 看来江大姐也是老司机了 上大哥的态度 让江大姐挨了一门棍 要是嫁人了还真要戒毒 这样就对了 找了老伴放在家里不管 一个女人跑到不夜城发疯 谁要你个败家娘们 老铁们你看 男人女人不管年龄大小 只要是看对了眼 啥事都好办 眼罢前这两人相亲节奏的发展 实在有点太快了 咱俩都被我弄啥就换回 被我弄啥就换回 被我弄啥就换回 哎呀 你这不谈婚就嫁去了吗 太好了 我进来来回求个音 啥的也方便 行 这一星期你就别连我 春天跟我走 帮你走 行了江大姐 我们都知道你对上大哥的心意 上大哥也是明白人 你们就好好相处 去迎接未来美好的新婚生活吧 谢谢你的观看 下期节目再见 大姐这眼光也是真高啊 连公务员都看不上 固定收入的更是免台 那咋样的人才能符合大姐的标准 别话走咱接着往下看 大姐叫好红 44岁未婚 年收入10万元 没有孩子父母也过世了 自己一个人没有负担 大姐之前上过节目要求没有变 就是要找个年收入30万的男人 红娘就给匹配了刚过县的大哥 沈大哥 45岁离异 年收入30万元 前期前期大哥没闲就离了婚 大哥就自己抚养三个孩子 开始一心赚钱终于小有成就 就打算给孩子们找个后吗 那大哥找对象有啥要求 大哥最看重的是人品 毕竟家里还有三个孩子 和一位老母亲要照顾 了解了大哥的情况后 红娘给两人安排了见面 给您介绍一下 哥叫沈海洋 然后姐叫好红 你好 两人一见面 大哥对大姐挺满意 大姐觉得大哥又矮又黑 不过大姐说这样也好 也不用担心大哥被人勾打了 两人坐下继续唠嗑 大姐就问了最在乎的问题 现在来说吧 也不算高 一年9行的收入能有30多万吗 这收入是达到大姐标准了 但在唠嗑中大姐知道了 大哥有三个孩子 就觉得大哥负担挺重 直接问了自己的担忧 你有这么大的负担 你来相信的能相成吗 能相成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问的大哥都有点懵了 相个亲咋还跟谈生意一样 我要是觉得不成我来干啥 大姐却并不认同 继续灵魂讨论 那你住在这你也没有想过 我能能接受你这么大的负担呢 大哥这鸡汤惯的 大姐立马就迷糊了 大哥心想 你这跟连猪炮似的 也该我问问 对老母亲 对这三个孩子 你会用什么心情去对他 假如说我们能走在一起 养母亲 那是天经地义的 大姐说了 伺候老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你完全放心 孩子这块也给你安排妥当 那我还有自己的试验呢 不可能闲在家里你能接受不 大哥表示没有问题 不过大哥 我咋记得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那如果说是居家型的 和事业型的相比的话 你更侧重于喜欢哪一个 果然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颜值决定一切 大姐这时也说出了事情 一般人我也真是看不上 上班是这样 一些公务员跟我就面谈 因为那个固定收入 达不到我的标准 大姐是一个人 所以享受生活是常态 自己一年挣的钱 也是全部都花完 大哥当场表示 你放心 我保证能养得起你 大姐说我举个例子 我一件衣服都要两三千 男人女人的爱你之心都有 就是一千到三千块钱的衣服 这个能承受 没有问题 看来大哥是真相中大姐了 你喜欢花钱你就花呗 我以后更努力的赚钱不就好了 再苦也不能苦了另一半啊 大姐也表示没有意见 两人就留了联系方式 今天又是甜甜的爱情 老铁们有啥看法评论区留言 咱下期间 老年人找对象 到底能有多开放 好爽大妈来相亲 只认自己就想找个浪漫老头 每天亲亲抱抱举高高 只要腻不死 就往死里腻 本期的相亲笑得肚死疼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你可以接李大姐是吧 是见面了 我是红娘孙茜 李大妈方宁六十一 少女之心不过气 每月老保三千八 就等老头征服苍 大妈手带大金拙 圆人如佛陀 一看就是不差钱的小富婆 现如今她也是不缺车不缺楼 就缺一个能功夫余生的小老头 我不跟你说吗 不是有钱就快了 其实你说我缺钱吗 我要房子有房子 我要哪有上 我找老头 我又不是说得我找他 我就为他吃饭 我找他会有定处 这些都不存在 就是找个老伴把眠 那我过去不懂说吗 就是老来伴老来伴老了 真的有吧 生命城可贵 爱情价格更高 若有富婆包 两者皆可抛 大妈可说了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 爱情可以很贵 但同样也能免费 外面的男人群应会碎 她只想找一个合适的成双入对 你别看我六十 我心里特别年轻 我就喜欢浪漫的老头 别一文正经 那没啥意思 我阿姨嘛 没搞嘛 成年妈 一掌就搂搂你 抱抱你 我就喜欢这样人 你爱你胡 你没事搂搂我 抱抱我 请你胡 大妈的择偶标准 那妥妥的属于 电线杆子上裹鸡帽 好大的胆子 别人挑对象 不是想找个现实清醒的 就是想找个超速脱颖的 唯独大妈别具一格 就忠于那些个老不正经的 但俗话说得好 年少不知富婆贵 浪费青春流眼泪 就大妈这经济条件 别说是想找浪漫的老头 就算是找浪荡的小伙都不在话下 而在听完大妈的要求后 小红娘立刻出击 找到了本期的乡亲男主角 胡大爷方宁七十整 想找老伴尚未得逞 每月老保八个千 穷鬼直呼我的天 别看大爷赚得多 他的经济实力更是老神仙放屁 不同凡响 光是名下房产就有三套 而对于寻找未来对象方宁 大爷也是直呼自己 就忠于东北女人 拒绝羊 拒绝土 就爱东北女人的勤劳客骨 穿个雕 跨个包 扭着小腰可进腰 大爷的择偶要求很明确 想要不和西北风 找媳妇就往东北冲 多得不说少得不老 赶紧安排二人见面吧 胡长林 胡大哥 然后李贵姐 李大姐 我觉得这么一大眼一瞅 这人就挺顺眼的 像我们我就喜欢哥哥 对的一样不错 我做点就是他挺实诚 要人家心里踏实 别心里这样踏实 为你疯 为你颠 爱情之和永无边 自从见到彼此的第一眼起 二人之间的情愫 直接不由自已 大妈更是高兴到 忍不住晃动身体 差点就忘记了 自己姓张还是姓女 好在那边的大爷很快镇定下来 主动落座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今年69岁 我二人是苏大龙 69 对 比我大 你六几年生 我一万一生 大 大 9岁 大9岁 我61年生 算术不合格 老师负全责 如果数学这玩意是三分添注定 七分靠运气 那剩下的90分 大妈指定是交白卷了 你在一家公司做法务 我现在设法公司少了 大物 律师 他不是律师 但有点那意思是吧 对对对 大妈当学霸这么多年 那是门门功课都优秀 唯独只有两棵略厂 那就是文科和理科 法字他认识 物字他也说 但俩子连起来 他瞬间就是七窍通了六小 一窍不通 我做的工作呢 原来是计划经济 后来是市场经济 房地产的事情也干过 搞物质流通也干过 又开过煤矿 又打过石油 经历的事情挺多 爬过山 下过河 大铁锅里顿过鹅 世间三百六十行 大业行行都是领头羊 俗话说的好 到了上海才知道楼下 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 到了北京才知道遍地是保 到了车站才知道自己老婆老 大业可说了 人就应该多出去闯荡闯荡 渐渐大事面 这一波操作秀下来 大妈当场就为整部自信了 为了赶紧秀出自己的优势 大妈画风一转 我不是说嘛 不是有钱就快乐 你说我房子我还真 我冬天我上海南 我海南有房子 房子不大四多米 单就说两株 也够单着五 三株 真是小母牛做伙计 牛上天了 本以为只要秀出自己的房产 就必然能在大爷的面前把尊王 谁料这一波正中大爷下怀 大爷那时候傻傻没有 唯独就是房子管购 就是海南 我那有套房 但是这个房子我首先是名 就不是我个人财产 是单位财产 但是以我的名 你那房在哪 在海口 在海口 海口就我们那里建 我们都在街上 那么大 就屋子三大厦厚城 严厉小气 我在街上还有盖了个平房 其他还有房子 劝一个男孩多奋斗 不如给老头捏捏肩膀弄 老头好有老板 有钱给你买超跑 赶紧爱特你那些不撕进去的闺女 进来感受一波大爷的魅力 平房 这不大地主吗 我哪都有忙 这大地主 这不大地主 我跟你说妹妹 我是公信隔车 你公信隔车这么有钱 三万五还拿不出来吗 谁拿不出来 我拿不出来老铁门 能拿出三万五万的抠益 拿不出来的直接抠门就完事了 大爷可说了 自己现在没什么别的要求 就想找个合适的老板 一起外出自驾游 光遍祖国的五湖四海山川河流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未来老板开车技术的牛 此话一出 没有驾照的大妈 瞬间皱起了眉头 你会开车吗 不会 说这个是个遗憾 我为什么说这是个遗憾呢 你说咱自己开车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在这里玩几天就玩几天 你没有车的话 你打车 有时候到农村去不方便 咱要出门坐公交车很方便 不行咱就打车 咱们出门吧 咱就出来 这有点遗憾 咱就打车 要么咱就坐公交 大妈的意思很明显 天地之间司机最累 东奔西跑不知疲惫 貌似撒脱实则乏味 灰头土脸遭着羊醉 人之处性本善 开车这活不好干 你会开车啊 我会开车 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开不就得了 我不跟你说一二开太累了 千千 一二开车多累 就像我的时候开车得少 你要找你的开车 你要先找年轻人就行 年轻人像我姑娘都会开 你像我的时候开得太少了 嗯 我没考 但我喜欢男人开车 两人因为开车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那是同盘碰上铁罩子 谁也不让谁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大爷大妈的生活层面 不在一个频道上 层次素质太高了 那你看人家啥都会 那一素质不就高吗 那和你真的就不一样 你说老头太优秀了 咱配不上人家 我说实话说 但是要单纯想出家过日 倒可以 这个人倒可以 挺直撑 而且挺普世 我觉得这种女人们好相处 但是不太理想 从我内心 不是我想的这种人 想找的这个 节目最后 二人的相亲还是以8笔Q搞中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小编的解说 那就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点点赞 咱们下期见 老年相亲真疯狂 大叔要求很嚣张 直言要找个 形象好 且年龄小的 我肯定不干 我草都不草 你可高的单身 我绝不将就 大叔 这是老土豆子发了牙 拿自己当牡丹嘛 不仅要当盆花 还想含爆带棒呀 今天的大叔能梦想成真吗 我们拭目以待邀 黄大叔 大叔59岁 有房有车 退休金7200元 南外人的说话有点狂 原来退休金高呀 别看大叔六十的人了 但人家不服老呀 穿衣打扮就喜欢 小年轻的款式 大叔这是以为 穿上年轻的衣服 就能穿越到从前吗 这要是穿上开装裤 岂不要回到儿童时代 好了 言归正专 那大叔对伴侣有哪些要求呢 我肯定不干 草都不丑 文件可高的单身 我绝不将就 好家伙 这要是退休金一半的话 估计你得找18的大姑娘 自己一张黑不留休的脸 跟那个偷袈裟的黑熊怪似的 你是来找老伴的 不是让你来许悦呀 但人家红娘是真办事啊 立马找到49岁的许大姐 大姐做保洁的 每月有2000元的收入 首次见面 人家大叔就说了 人长得也不行啊 你是离异的还是 去丧偶 你也丧偶的 几年了 是 人家说我是丧偶的 大姐说挺好的 咋说话呢 大姐 听这话意思 丧偶的要庆祝一下呗 大叔心想 小样你跟我俩玩文字游戏呢 你给我等着 一会我不损定 你没储户才怪呢 你有什么病呢 那些人不是弄他红人 什么 我不是他心中溜倒那个人 大叔咱们相中 也不至于 这么埋态人吧 此时 大姐也感觉到 大叔没相中自己 再落下去 只会让自己徒增难堪呀 人家大姐也不藏着叶着 发表完离场感言 立刻闪人 你达到他那个标准 就是要我眼前一亮点 还是没来 大姐的离场感言 真是欺言如光呀 红娘一瞅 俩人完蛋的玩意 想得推快了吧 这要是让领导知道 满秦奖又要被扣了 于是 红娘迅速找到 王大姐 大姐49岁 每月收入3000元 不得不说 今年的红娘是真给利妖 这大姐指定能让大叔 眼前一亮的女人吧 这俩人刚见面 剧情开始反转了呀 大叔是很来电 人家大姐对你演员差呀 哪儿差点 落下 没了没了 大叔的态度 切换的倒是挺快 就差吧 我喜欢 这撒字鞋脸上了 妥妥的 多巴巴巴表的状态 这回大叔很是主动 上来就问大姐的感情过往 本想着和大姐落点知情话 拉近点距离 没成想 这可让你落得稀碎呢 一曲步 大叔 心里老婆得进了吧 这大姐不愧是东北女人 说话有啥说啥呀 紧接着 大姐就问起大叔 这十几年为啥 没再找个办呢 在这个总统没找 你找个家里 用床过你 车祸你 你不能说 大叔的话 说的是自己过往 但明眼人都能听出 这话就是对大姐说的 自己之所以 这十几年没找对象 其实就是 不愿在女人身上 花一分钱 妥妥的铁公鸡一枚 这让人家大姐很无欲 也很反感呢 别的女人什么钱 怎么我提问 我说我没这个 那东西 我还没想说 你就是把话给封锁 然而 大叔接下来的问话 更加印证了自己是个 小气 吝嗣 自私的老男人 嗯 你爸妈都有 都有退休金 你叫 还有你哥 我一个哥一个弟弟 好家伙 你得再问得详细点 比如大姐 父母退休金是多少 就怕别人花着你那俩钱 不过 你也不用担心了 人家大姐说了 不喜欢你这样式的 推小架子气了 有感觉推点 信实了 我不喜欢小气的男人 大叔 咱到底喝了多少假酒呀 但凡有一粒花生米 都不至于醉成这样呢 还在那点这个大脸蛋子 巴巴呢 想找年轻漂亮的 还不舍得掏钱 要我说 你都忍了十几年了 也不差这些年了 忍忍就过去了哈 还省钱腰 老铁们点赞加关注腰 么么的 正常夫妻生活 你们有的 正常私家的正常要求 是不是啊 说想过夫妻生活 对对对 你再说 你过来就 打你 丈夫找妻子循环 被一顿棍棒打下床来 这不是夫妻间的嬉笑打闹 小耳光带香风挠痒猜拆着板 而是用了棍棒 你打不过人家 打不过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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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打不过妻子的小男子汉 他是什么情况呢 相亲节目男嘉宾李志勇李大哥 月收入二千六百 身高不到一米六 老铁们千万别像有些人一样 因他可小就小看他 他的本事可大得很 胆子特别大 脸皮特别厚 刚才咱也领教了 面对红娘甜甜 毫不脸红的诉说曾经和前妻 为了被窝离的那点 迫射挨揍的过程 接下来又在相亲节目中 对刚见面的女嘉宾 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把女嘉宾弄得娇羞尴尬 一场稀松平常的相亲 被他弄得味道特大刺鼻的难闻 其实李大哥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就比如说你 你在那个半斤 你弄的时候 你弄高 女人都不跟你搞得相 跟别人搞得相 不跟你搞得相 这李大哥还有早类倾向呢 要是长得高大顺 还不知道要和多少 祖国的花骨朵呢 往往是身体有缺陷的人 虚用性更重 李大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忍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虚无 自尊心自信心对受到影响 特别是到了结婚的年龄 个头矮小的李大哥 无奈的接受了眼神不好的前妻 婚后的幸福生活没过多久 这种互不嫌弃的新婚幸福 没有感情基础 很快就变成了相互嫌弃 眼神不好的妻子 对家里所有的事那是心鸣耳聪 李大哥你这就不对了 有些菜就是大的好 你看大白菜大松大岛 大萝卜大南瓜不都是大的好吗 黄瓜大的就不好了 说不定是会过日子贪便宜呢 李大哥呀 这都不是事 你一个大男人 斤斤计较这些鸡毛孙皮 你不仅是个小 心胸也不宽广呀 李大哥说呀 他也不愿意为这些是闹心 可是后来这两口子的日子 因为棉妹底下只该的那些事 闹出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一个被前妻棍棒打过屁股的男人 离婚后很想找一个温柔体贴 知冷知热真心相伴的老伴 红娘费尽心思 终于找到了和李大哥合适配对的女嘉宾 复制敏妇大姐李懿 六十岁夜 工资一千六 有双保有住房 傅大姐的前妇在她的眼里 是个除了出轨别无缺点的男人 我感觉她挺优秀 长的各方面都挺优秀 除了这一点 就这一点 外的为人办事都非常好 傅大姐呀 你前妇在外面为人办事都好 那么回家没有经历你该理解 顶得她自语的那片蒙古清清草原 过日子得了 可是日子久了 草原的面积还在扩大 傅大姐感到了压力感到了赖 最后抬起小脚 恋恋不舍的把她揣了出去 离婚是最好的解脱方式 现在傅大姐找老伴的唯一条件 就是要忠诚手一一 专一的呗 对感情好的 老姐们咱不得不佩服红娘的专业水平 李大哥和傅大姐 一个要温柔 一个要忠贞 都是相互期盼的类型 就看这俩人能不能 用真诚敲开对方心灵的小窗相拥生活 李大哥见到傅大姐之后 想起了上小学的班主任老师 长相就和现在的傅大姐差不多 年龄长相十分的可亲 不禁想入非非 李大哥还在想着小学老师呢 十年前再次见到老师 那一年李大哥五十四岁 直到耳朵里传来红娘和傅大姐的嘲笑声 他才从回忆回到现实 五十六十岁 哎呦妈笑一笑 这么年轻了 是啊 怪了一下 李大哥这是在相亲 不是见到了你的恩师 收回心神 李大哥再次看了一眼 酷似老师的傅大姐 诺诺的开口问道 大姐咱们今天见面了咱在鸡 你管我叫大姐啊 我跟你叫大姐 我说 我都说了 我叔叔说 他还在 那他咋的脸 他看我老大 看到傅大姐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李大哥安安欣喜 当年上小学有一次作业没完成 老师非常生气 生气的样子像极了现在的傅大姐 老师告诉他我很看着你 你将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你要好好地完成作业 老师还照样喜欢你 从那时候李大哥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对你不类意就是在乎你 李大哥呀 经验主义害死人呐 你的感觉现在不准确了 李大哥你看多眼了吧 难怪你的秀真人生矮然一等 婚姻不顺 今天的相亲可要好好表现了 李大哥这会儿回过神来了 现在是相亲 眼前的傅大姐她是越看越喜欢 情不自信地对傅大姐发出了灵魂拷问 傅大姐听了是胆战心惊 李大哥呀你个矮不其眼 你找的是老伴还是尿怪啊 脸皮比肠头还厚实 镜头前也没有存在感 当然可以坦然的说不介意 可是傅大姐别看六十岁了 比你吸睛多了 她能坦然应对你提出的荒唐问题吗 怪不得你前妻失忆棍棒已成见 你这欠套的水平可真是一流 服了你了 怎么说呢李大哥呀 六十多岁的人了 太冒失了 这次相亲肯定失败 回去你好好想想接受这次教训 别再一门心思的想着那件破事 你的诚恳和执着 会有人欣赏的 好了老铁们这次节目